哈喽,我们好久不见 很抱歉,我上周没有更新 其实你们在6月份和7月份看到的视频呢 都是我在某一周抽空录出来的很多期展出来的 所以很多视频我自己回过头看 发现都录得有点仓促 质量可能不是那么好 我自己稍微有一点点不满意啊 所以我要思考一下我视频的一个思路和内容的方向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然后另外呢,其实我刚刚拔了智齿 然后现在戴着牙套也是挺难受的 不高兴录视频 那我在这个牙套是透明的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其实蛮难受的 所以在接下来一年的视频里 如果出现了大舌头,口齿死不清这种情况呢 不要怪我,是牙套的锅好不好 所以我好像一直都口齿不太清楚 废话嫂说,我们今天要评测一个很新奇的东西 是克莱利新推出的一个美妆刷 它是用来上底妆啊,修容啊,膏状和液体状的东西的 然后我也是刚刚把它安上去 然后洗了一下 我来先说一下这个克莱利的洗面仪吧 就是这个刷头呢,是洗脸刷 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那我刚买的时候,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我都惊呆了 我说这个洗脸液也太好用了吧 它把我鼻子上面所有的黑头都洗得浮出来 但是我后来越用越担心 我觉得它好刺激皮肤 我现在每周只敢用一次,多都不敢用的啊 所以如果你喜欢清透干净的一个洗脸的效果 它肯定妥妥做得到 但是你要小心一点,我觉得它有一点毁皮肤啊 那这是我目前的一个使用的感受 我还挺喜欢这个洗脸仪的 只不过我不敢每天都用好不好 我刚刚把这个化妆刷头 化妆刷头装上去啊 我洗了一下,我觉得有点糟心 它这个刷子上面长长短短的 砸毛特别多,而且有那种翘起来的 然后露在外面的长短 我觉得这个克莱利的质量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但是我知道很多国外的博主都很喜欢这个刷子 所以我也今天很好奇这个刷子的效果 那其实我刚刚录完一期国产 我现在脸上是有妆的 我现在稍微擦一擦脸上的妆 其实这是我旅游回来录的第一期视频 你们觉得我有变黑吗? 应该没有吧 刚才我那个皮肤黑的效果 是我用的粉底液比较黑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很喜欢用那种 让我的皮肤看起来更黄更暗沉的粉底液 可能我也有转性了吧 为了测试我们这个化妆刷呢 我今天用的粉底液是 Biteria 名彩粉底液 然后这个Biteria是我买来 用做贵价产品评测的 我已经录完了 只不还没剪好 是我出去旅游之前录的 那大概过两周就会出来了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那我先要把心头拉近一点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美妆刷的效果好不好 我稍微多涂一点这个粉底液 试试看啊 有点紧张 这种粉底液 这种粉底液 这种刷毛有长有短的 而且比较稀疏的粉底液 它肯定会有很重的刷涵 不信我们就试试看 看到这个刷涵了吗 这种粉底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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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尽力了 这个不行不行 不论我怎么样去涂这个粉底液 不论我怎么样去涂这个粉底液 顺时针 逆时针 啊我的脸好痛 顺时针 顺时针 逆时针 横着来 确着来 它还是有那种刷痕啊 最好还是要用手再拍一拍 或者是用海绵蛋再压一压 这样刷痕它会伤势不及 好吧粉底液比较失败 我再来换一下 比较重的一个粉霜再试一下 我跟你们说 只要我不录视频 我的脸就特别好 一旦我录视频了 我脸就完了 看我今天这个视频的架势 你也知道 我的脸是为什么烂掉的吧 来我来试一下 我刚刚录完的一个U-case粉底霜的效果 其实粉底霜还蛮厚重的 我们再来试一试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Now my bedsheet smell like you We be able to discover in some way 不行不行 好吧 不行不行 我的脸好痛啊 无论是比较轻薄的粉底液 还是这个比较厚重的粉底霜 它在脸上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刷痕 这个刷子的好处就是不吃粉 一点都不吃粉 你用海绵或者海绵蛋就很吃粉 对不对 这个刷子一点都不吃粉 但是你涂不晕有什么用吗 不吃粉有什么用 我还不如直接用海绵拍呢 对不对 RM的脸好疼 真的好疼 好拍一拍拍晕了 我觉得用它来上底妆不太好 一方面它很刺激皮肤 我现在这一块很疼 有点脚趾层被磨掉一层的感觉 很难受 火辣辣的 而且它还涂不匀 有一条一条的刷痕 拿一点点的修容膏 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区调吧 好神奇啊 瞬间就约染开了 这个真的好神奇啊 我们再来一点 是刚才蹭掉了吗 我的脸真的好特爱 我多涂一点 它真的瞬间就晕染开了 可以涂了很多啊 看到了吗 哇 哇 它晕这个修容就很厉害了 其实这个 这种修容膏很难晕的 你要是用海绵蛋拍 要拍好久 可能手臂都酸了 哇 瞬间就晕开了 这个神奇了 再擦擦擦擦 探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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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哑 还真就不行哎 如果你不开振动 它真的就晕不开 你开了振动 它才有一个快速的 非常融合的晕染的效果 好 现在我把镜头拉远一点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评测的东西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去评测了一下 我们这克莱利的美妆刷 我刚开始上粉底的时候 真的是好失望 它根本晕不开 无论你上粉底液还是粉底霜 都有一个非常重的刷痕 你一定要用手再抹匀 或者用海绵再拍一拍才行 那我干嘛不直接用手用寒眠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比较鸡肋了 而且它会刺激皮肤 让我皮肤很疼 但是当我某一些局部的膏状 或者是液体状的产品 比如说膏状的腮红 膏状的修容膏 膏状的高光液体 高光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有一个非常快速的 非常自然的減染效果 你们都看到了吧 而且不是这个刷子的问题 是它振动的问题 如果你不开振动 它真的就晕得没有那么好 开了振动之后 就晕得很自然很快速 所以它真的是做了什么事情的 那这个东西就比较有局限性了 因为我知道很多中国的女孩子 可能不太习惯用 液体的这种轮廓的东西 对不对 大家都喜欢用腮红粉 修容粉 高光粉 喜欢用这种东西 但是液体的东西 本身就比较难掌控用量 大家都不喜欢用 而且它又不能用来上底妆 所以这个东西 就像这个洗脸一样 好用不好用 好用 但是我一周只能用一次 这个东西好用不好用 好用 但是它局限性很大很大 底妆不能上 只能上一些液态的腮红 修容高光 那其实 我不下结论了 你们懂我的意思 那如果你喜欢用这种液态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你买来没问题 它确实有一个比较好的运染的效果 那如果 你想用它来上底妆 有一个比较服贴的粉底的效果的话 那你想太多了 好不好 好 那今天视频这种就是这样 很快速的录完了 很开心 我以后还是会定期更新的 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 虽然我是有一周没更新 但是我心里还是挺内疚的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好不好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欢迎来告诉我 还有什么新机好好的产品 我们一起去评测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哈喽网们 昨天克莱利更新这个视频 很多人来作证我的一个使用方法 也就是说 这个刷子不应该太用力的压在脸上 应该直立你的皮肤上 然后轻轻的打圈 这样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我刚才试了一下太稀的粉底液 还是不行 还是有比较重的刷痕 应该用这种比较厚重的粉底液 或者是粉霜 然后少占取一点 然后呢 是不是太少了 我再来一点 然后不要太用力的压在脸上 轻轻的在脸上这样打圈去扫 它这个刷子这样上的一个效果 就是一个非常轻薄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啊 如果你平时喜欢用一些比较厚重的粉底液和粉霜 然后你对你这个底妆的遮瑕度又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要求 你不用把它叠到很厚的话 我觉得用这个刷子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好吧 我也要为我自己解释一下 真的是像很多次了 在我的频道发生了很多次很多次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评测完了发生了视频 然后跟人们告诉我说 你用的方法是错的 你录视频之前要做功课的呀 怎么怎么样 我肯定是会看一些信息的比如说他的淘宝集间店 他的官方网站 比如说他的产品的说明书上面有没有写些什么事情 注意事项我都会看然后告诉给大家 但是这个刷子没写呀 他没写没告诉你怎么用 是这样轻轻的还是用力的 是用力比较厚重一点的还是比较轻薄一点的 他都没写 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用了 然后试了发现有一些我不喜欢的点不喜欢的问题 然后我就说出来了 就是这样 其实我也觉得蛮冤枉的 我既然有人提出来的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内容传播的一个东西 我尽量还是不要更多的误导大家好不好 修正一下这样的一个信息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刷痕 这个事情好吧我把这个信息放到这边 自己还是不太喜欢 因为我照了镜子很仔细的看 你们在视频里绝对看不出来 它还是有很细的很细的那种一道一道的刷痕 一旦你用的量稍微多一点 它还是会有刷痕的 这是我对视频的一点点补充